想找一部高性價比的 2K 車鏡 這部 G-Net G-ON3 或是適合你心水 它用 Sony Starfus 感光元件 前鏡頭有 2K 解像度 後置是 1080p 全高清 而且它還有一個車內用的紅外鏡頭 180度視角 可以覆蓋車輛的情況 又可以用 Wi-Fi 連接 App 控制 但想用 GPS 就要額外買連接器 它內置 LBF 功能 電壓過低便會自動切電源保護電池 而最重要的是夜晚拍攝效果 去片看看 G-ON3 原價 3,600 元 但泊車男一位價 連上門安裝也只是 2,900 元 立即掃描畫面上的 QR 名或泊車男官網買吧 今天繼續為大家試電車 我身旁這一部是 Audi Q4 E-tron 今天介紹的這部 Q4 E-tron 45 外形與 Audi 大多數的車款差不多 試的這部是 S-line 版本 車頭的八角形鬼面罩是風物色 摩托和電池冷卻用的冷排是放在鬼面罩後面 但入風口只有泵擺一個位置 它會自己決定開和關 關了時能夠降低風阻 對於續航力的影響 亦令到車的風阻系數只有 0.28cd 前後懸掛可以縮短 來放大車的車廂空間 所以它的車廂和尾箱空間都相當不錯 稍後會提到 電池容量有 82 kWh 作行力在 WLTP 標準下有 547 km 馬力有 286 匹 545 nm 扭力 後驅佈局 0-100 km 加速只需要 6.7 秒 中充最高支援 11 kW 快充最高支援 175 kW 電池有百年或 16 萬公里保養,達者為先 一換一車價是 479,800 元 剛才試了普通的模式和大靈眉的駕駛模式 其實兩者的分別不算很明顯 因為這輛車的扭力也大 545 nm 扭力 2586 匹馬力 無論是大靈眉或普通模式 即使是普通模式,剛才我駕駛上來 我覺得已經有充足的馬力和扭力 可以給車主日常應用 因為加速時很滑 它的線性加速是非常平穩而上去的 所以我自己很喜歡這種加速感覺 又不會突然間好像向前飆 我剛才也試了撥片的回收和E-Pedal 回收 E-Pedal 回收確實是大了一點點的回收力 所以如果大家用這個撥片是比較理想的 我覺得兩格剛剛好 兩格的回收就非常不錯 雖然所有東西都變小了 甚至連這個儀錶板都變小了 但對我來說不是很難看的 反而它變小了之後一眼就看完整個儀錶板 另外要說一下它操控時 整個指向式和車身的動態表現 它的車身動態表現是尚算靈活的 它的回旋半徑有10.2米 其實是比A1 更細的 所以大家可想而知它在彎位的絕向表現其實是靈活的 但同樣因為電動車的關係 所以它的車身是比較重的 但幸好它是用後驅的 因為這輛車廠如果你是前驅的話 在積積性能力上會有所減弱 所以它就不會掉 但值得批評一下或改善一下的地方 或是我不喜歡的地方 就是它這塊擋風玻璃 因為這輛車是mini-mise 了 比我們上次試的Q8 這塊擋風玻璃壓低了 有很多壓迫感 我覺得我坐上來時 而且視野好像很窄 這個有少許美中不早的地方 但左右兩邊是不錯的 因為它只中有一個小窗 所以它是解決了盲點位 另外是避震 它是用電子避震的 所以大家可以因應自己喜歡調教 因為它有 individual 所以大家可以因應個人化去調教 例如你想用普通的模式 駕駛大,而是想懸吊站起來 你可以自己調教 所以這就是因應個人喜好 這輛車在隔音上 與以前一樣都做得好 都想吃 但我覺得它的輪拱 轉回進來是厲害了一點 比起Q8 Q4 E-tron 內裝 其實與我們平常見的沒有分別 與我們之前的Q8 E-tron 也沒有太大分別 只是這個冷氣鍵有點不同 這些冷氣鍵全部都是實體件 駕駛席及座架是暖椅 沒有冷凍 它有溫度控制、風力控制 甚至乎冷氣都可以調教最大 又省油一點、省電一點 或者用普通安都可以 佔空間不算很多 大家看到下面有上下層 而且如果大家想放手機無線充電的話 其實都會失望 因為它是沒有手機無線充電的 但它有兩個Type-C 然後煙插位置給你 然後用杯架 這個波貴設計與以前有少許不同了 但我自己不太喜歡 Drive Slat 這個按鈕 因為轉向左上角 還有一些上 手要伸到好前才能夠按到 不是那麼方便 我挺欣賞門把這個位置 因為前面可以擺放一些物件 例如一支水 當然是這麼小的水 如果是我們本身長的水瓶就不太行 來到後座 我覺得是頗舒服的 首先它的地台是平坦的 全平坦 然後它有分區冷氣 Q4 也有分區冷氣 還可以讓你調校溫度 不過它沒有任何USB或TAPS 插頭 所以就不能夠充電了 另外一個欣賞的地方就是 大家看到副架是可以放到這個Baby Car Seat 論坐墊、硬度、舒適度、上可 不過它沒有伸展空間 其實只能夠說它是中規中矩 如果你高大的朋友可能會覺得 是有點難以伸展的感覺 雖然膝蓋的空間 也有兩個拳頭多一點 它的頭頂空間是還可以的 是還可以的 因為這輛車始終是很小的 所以我的身形都是一個拳頭多 丁士兩個拳頭左右 如果你是高大的朋友可能要再躺斜一點 這輛車的座墊其實很薄 會不會有些辛苦的感覺呢 我覺得用得久可能會有 因為始終用得久後棉會軟 現在新車的乘托力都還可以的 來到它的尾箱 這個尾箱在這個尾箱的小比來說算大 官方數字是520公升 躺下後座位後能夠釋放到1490公升 它屬於浴缸位的設計 甚麼浴缸位設計即是向下沉了下去 所以你們要拿重的時候要小心一點 另外它亦沒有任何煙槽位給你拿電 之外,左右兩側都沒有膠件讓你擺放濕貨 這個我覺得有少許美中不足 我覺得有少許懶 Audi 而言,其實需要再貼心一點 最後來個總結 部車的性能和操控一如以往有水準之外 空間收納機能是有驚喜 當然車身設計之下 乘客難以會感到有點狹窄 但對於一般用家來說,已經夠用有得 不知道大家又覺得怎樣呢? 不妨留意一起討論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可惡別留意 製作單